第四集 第四集 他本人的计划,是在八日上午直接从上海奔赴荷兰,因此没有来到北京,然而除了他和几名海龟,黄子昌并未露面,倒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,脚外伤了,而且比较严重。 黄子昌这一次肯定不能报道,以为对内人士解释其中的缘由。 早在上月初的屈禁四国赛,黄子昌便是有伤在身,国奥队的三场热身赛,他只在最后一摸手发出战57分钟,而且,明显受到伤病的困扰,倒是战方徽一般。 没想到的是,回到俱乐部以后,本来之前有伤在身的黄子昌,又在一次训练中填了新伤。 上月中旬,在一次队内训练科上,他接着汪松的长船,在高速奔跑之中跳起蟹球,结果在落地时,脚外重重摔在草坪。 当时,黄子昌便很痛苦且倒地不起,后经诊断,则是脚外伴有一次鼓掠迹象。 之前在亚运会,黄子昌就曾经受过伤,当时是在心里中扭的脚踝,但这一次,脚外新伤则让他更加受伤。 从9月22日中超第22轮开始,黄子昌一直作弊上官,而事实上,自从7月底联赛第14轮战罢,他就因为亚运会增掉以及伤病等因素,几乎由李宇宙宁一对主力阵容。 这一次,黄子昌的伤病更令人震惊,因为他将彻底无缘希丁克一期集训,我也没有想到伤得这么重,最后还是没能赶上。 真的挺遗憾的,错过希丁克第一次带队,也令这位苏宁新兴十分郁闷,无独有偶,就在黄子昌受伤之时,另一国澳球员刘柏洋,在5日中超连赛也受了伤,而且也是脚外部位。 当时,他一手发身份代表人和队阵建业,第60分钟,他同建业球员近期,在拼抢中同时抬腿,导致脚半脸带撕裂,并有大腿肌肉拉伤症状。 无奈之下,刘柏洋只能退出国澳队集训,想必黄子昌的缺席,刘柏洋无缘集训所带来的影响,更令球队上下行优。 目前,中后卫是国澳阵中最薄弱的一环,之前在缺境,由于防线缺人,本来主打后腰的无尾甚至改踢中卫。 这一次,为了尽可能全面考察,教练组一共选拔刘柏洋、黄振宇、于豪和李洋次民中卫新人,而从北京的比重超第19轮开始,刘柏洋成为人和绝对主力。 之前在,国清时代,他更是踢满三场,由19亚青赛预选赛,一度是头号后防大将,对于黄子昌和刘柏洋的伤退,国澳方面还是比较遗憾,至少在接受考察这一环节。 他俩已经落后于同龄人,未来,国澳队将在11月中旬出战四国赛,黄、刘二人能否赶上这一安排,前景尚不明朗。